刚刚有提过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什么 home的旁边 比如说我这边 做一个home之后 这边绿岛机场 这边有个home的这个 连结可以连接到首页 那我希望在旁边做一个什么 向下的 我今天只是让一个向下 然后呢向下一个箭头 一个圈圈这样子 可以让他向下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方法也是类似 如果你会做这个 你应该会做这个 那只是说呢 你在做第二个超连结的时候 那特别注意 其实就是在home旁边 有没有 home旁边 你可以控一格 或者你不控格都没关系 在旁边怎么样呢 作为一个下一个超连结 那如果你做第二个超连结 他就会自动帮你放在右边 一个会放左边 一个会放右边 他会自动帮你放 所以 请各位在home的旁边 然后呢也是一样 在面板上面插入一个什么 超连结 常用里面的超连结 那这里的话 名称我们文字就叫nest nest 然后呢 连结到哪一个呢 这个应该连结这个这个 预导机场是page1 对不对 那如果要连结到下一个就page2 所以你就给他一个紧 page2 ok 这样就可以了 按一个确定 第一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的话呢 游标还是在上面嘛 请你把icon改成什么呢 icon改成像箭头向下 箭头是哪一个呢 箭头是这个 然后呢 向下的话有没有 其实他旁边不是有缩写 第一的话就down l是left r是right u的话是up 所以其实这样就可以看 看应该就可以猜得出来 应该是这个 第二个 如果我要向下的话 down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不要有文字 只要有图的话 一样嘛 跟上个礼拜那个home一样 notice 所以哦 请各位就是几个步骤 第一个 插入一个超连结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设定他的标签 这两个就可以 做完毕之后 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动作 那你把它save一下 cntl s 然后呢 再到浏览器 预览crown一下 save一下 绿岛机场按下去 有没有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NAS 对 那如果你按下去 南辽渔港 那如果你还要再往下 南辽渔港 这边是不是要多一个箭头 那如果假如说 招入温泉要向上的话 那你就在